新北市农业局警官处在新店碧潭水岸步道 种植了5000株郁金香 搭配海棠、石竹等季节花卉 以深浅交错的花朵色彩堆叠出幸福氛围 新北市议员金钟宇表示 去年的郁金香花海获得民众好评 今年不仅数量增加,颜色也多达六种 要让民众不用出国,也能感受欧洲的异国风情 红的黄的紫的美丽的郁金香绵延百公尺 这一整排如梦似幻的郁金香尝到花海 就在新店碧潭风景区 去年在新北市议员金钟玉的争取下 让民众到碧潭可以一赏美丽郁金香 今年再次现身并且种植数量倍增五倍 去年的一千株 老实讲很多很多人从台北市来 我在碧潭晃的时候 发现很多从台北市来看郁金香的 所以我特别请我们的农业局 今年能够多种成五千株 五千株有六种的不同的颜色 五千株郁金香多达六种颜色 从吊桥下方就能够一路赏画 不少民众拿出相机抢拍 有的甚至是三五好友结伴来拍美照 都表示碧潭本来就很美 现在有了郁金香装点感觉跟不一样 我会常好,我会常办 因为去年就已经有那个了嘛 不过数量比较少,今年更多 好开心哦,人都感觉上开心起来了 好开心,希望大家都来看看我们新店人的骄傲 很久没有看到郁金香了 今天看到这么一大片的郁金香 而且五颜六四我觉得很疗愈 新北市员金中玉表示 除了郁金香花海之外 现在碧潭正好有水井艺术 角落生物的展出 所以民众来到碧潭 不论是路上还是水上都很有看头 也希望借此带动碧潭观光 打造新店最优质的特色景点 我们新店碧潭啊 有摆了五只的角落生物啊 每一只都有不同的名字 非常可爱 尤其晚上啊 它亮起来的时候非常可爱 我们希望把碧潭打造成越来越好 新北市警官处表示 今年再次沿着水岸步道 种植五千株有欧洲魔幻之花 美称的郁金香 搭配海棠石竹等季节花卉 以深浅交错的花朵色彩 堆叠出幸福氛围 让民众不用出国 就能够感受异国风情 记者陈小旦 赵方琪 新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